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 论断律法 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哪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呢? 一段经文是雅各在雅各书里探讨最短的一篇信息 想和大家在这里分享这两节经文主题十分清晰 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当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之中的群体生活里头 就会很容易产生彼此批评的事 而这些事产生了之后呢 就要延伸出去就是论断大兄了 彼此批评了之后呢 就变成论断了 而且这种论断最终就衍生出有一批人被人去论断 有一批人就成为一种判断人的人 那为什么当时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写到这一段经文 在这里的时候会讨论这个彼此批评和彼此论断这个信仰的问题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四章 一开始雅各是守望教会 发现教会当中有什么事吗? 没错了 在教会众圣图中间竟然有真战斗偶之事 而这些事情与祈祷有关 他们用这种方法得不到他们要得的 他们就尝试用祈祷属灵的方法 要得着他私欲里想期望得着的 但是当时雅各守望教会之后 就在第四节补充说 用祖灵的方法去追求那些不信者 私欲里面所追求的事物 而这种与世俗为有 用世俗那种方法去得着自己 在那个私欲里面的满足 这种就是与神为敌 在神的眼中 成为一个参集了信仰的人 就称为淫乱的人 愚民就称为淫妇 所以当这些事情指出之后 他就按着神的引导 圣灵所赐的真理理念 教导这一批 已经与世俗为有的信徒 或者有一批想 未来可能会与世俗为有的信徒 提醒他们 应该针对这些信仰的弊端 好好的去反省 和按着真理去逃离 这种与世俗为有 与神为敌的信仰状态 所以第六节就补充说 神愿意将很多的恩典赐给属神的人 然而 神会阻挡骄傲的人 赐谦卑的人 得着更多的恩典 所以就用了属灵的原则理念 真理教导这一批 偏离了神心意的信徒 并且后门又继续带领众信徒 想到他们听了这些真理的教训之后 下一步就是要信服神 不要抵挡这些真理的愤怀 并且保持这种与神亲近的信仰状态 而到可以在主的面前 除掉这种心怀意义的特点 最终有这种信仰的自卑 属灵的懊悔之后 就能够有信仰生命的根深 作者亚国守望教会中 有人因为在神面前自夸 就效法世人 并且彼此斗偶 甚至杀害以夺取个人想得着的东西 除此之外 亚国仍然守望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有人因自夸 而彼此批评和论断的事 而这些事 同样会大大破坏了教会 和得罪神的 处理教会这种彼此斗偶 和彼此杀害的败坏这种现象 不是所有人都好像作者亚国一样 懂得以属灵的方法去处理这种 教会里面的问题 以至能够堵塞这些属灵的破口 而而有一批人他们只是顾着 见到这些情况就彼此 批评和论断 因此这种的现象 就为教会带来更多的破口 霸坏了很多的信道 所以这个时候 守望教会的雅各 他就不得不透过这两节的经文 和我们讲一段很重要的信息 主题就是第十一节 它说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既然这道提醒他们 不要彼此批评 那即是说 雅各就是见到教会 有一种的现象出现了 就是大兄姊妹之间有彼此批评 那批评这个字呢 在我们意识里面 就觉得一件未必是坏的事情 那如果我有出错 有人指出我的错处 批评我 令到我有改善 那这种批评就好了 是吧 能够彼此促进这种工作的环境 甚至是教会 侍奉的环境能够有进步 是吧 那这种批评那当然是好 那但是雅各这里所用的词呢 批评这个词呢 在愚文是什么意思呀 愚文中文可以译做什么 毁谤 或者叫做恶言重伤 那即是说 原来这种的彼此的批评 是带着不好的动机的 毁谤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论述里面加插了一些 谎言 为要去贬低别人 甚至抬高自己 去破坏某些人 一些的名声 叫毁谤 或者用一种 凶恶的言语 去伤害别人 所以这段经文所讲 你们不要给此批评呀 那 其实就可以译做什么呢 你们不要给此毁谤 没有用一些不真实的论述 去诬告 这些乱谤的别人 以为伤害了别人 并且使得人的名声受损 所以 雅各就在这提醒 重顶似们 在群体的生活当中 有顶似们不小心 落在这种信仰的弊端里面 就是他们会彼此诟谤的 不是一方去诟谤另一方 而是彼此之间都有这样的诟谤 这件事情就是雅各 在教会里守望的时候 觉得非常担心 需要借着这段经文去警戒 提醒众鼎姊妹 他说这种彼此的诟谤 就是同时 后文就说人若诟谤 诟谤了弟兄 在神的眼中 就看为不对的事了 那怎样证明了 雅各在这里所讲的说话 是合乎神的心意呢 我们又用另一段经文去对照一下 要突显出这种彼此诟谤 是神眼中看为厌户的事了 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 经文说的 司徒保罗说 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生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结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堡 从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公正经的事 就可有余分级那缺少的 不可含露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熟的日子来到 三十一节 一切苦毒 老恨 憤怒 让骂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随调 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 彼此饶鼠 正如神在基督里 遥恕了你们一样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既然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蒙神的遥恕 在神的眼中 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如同一个人 将旧的衣服脱掉 穿上新的衣服 所以二十四节说 穿上新人 这个新人很特别的 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做的 怎样做呢 就是透过神不断以真理去训练我们 我们已经因为重新的缘故 向神活着 所以我们有一种生命根深的倾向 可以向神活遵行真理的能力 在我们的里头衍生出来 所以我们会活现出真理里所说的人意 原文就说到意 和圣结 就是这种神所喜悦分别出来 与世人不同的生命信仰的生活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真理的人意和圣结 证明你是新人 可以 你生气不要犯罪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你会开始有种抵抗 说污蔚言语的能力 你厌惑说粗口 你会摒弃这种不好的言语 还有你以前很容易恼恨 愤怒 愿闹 甚至在这种愤怒的状态下 就毁谤人的 说些不尽不实的说话 那这些事情都被你摒弃了 而且按照神的心意 有人得罪你 你竟然会像耶稣基督那样 去遥述那些得罪你的人 不是发生的去毁谤人 而是能够安静去遥述人 所以参加大型节目们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能够对照出 神吴喜悦在圣徒中间 有彼此批评 而这个批评刚才已经讨论过 就是不要用那些不尽不实的话语 去彼此毁谤别人 不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这种毁谤是神所厌务的 另一段经文也提醒我们 毁谤是出于哪一个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三至四十七节 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基督 他在众人面前说 我是世界的光 如果人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面 那有人就不接待耶稣 所以耶稣就说他们 你们不接待我 你们的父是魔鬼 那么他们就说 不是哦 我们的父本是父神 我们的父是阿伯拉罕 那么主耶稣就说 如果你的父是阿伯拉罕 你们会听从我的话 遵行阿伯拉罕的事 如果你们的父是天父的话 你们一定会爱天父所差来的儿子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了 现在你们不接待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呀 那么耶稣就指出他们最底蚊的事实 四十三节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 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魔鬼这个字原文就是好伟磅的意思 这位父就按着他的私欲 就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方是出于他自己 而且成为众说方之人的父 所以当我们还未蒙恩得拯救之先 我们原来被这位说方之人的父 去核制和引诱的 他好喜欢我们说方 如同他说方一样 而且有时候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 就以说方加上少少事实 就产生一种毁谤的特点 去针对那些我们要针对的人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们 原来圣经教导我们 这种毁谤的特点 是出于魔鬼的 所以就这个新人穿上新的衣服 有真理仁义和性的新生命 和论述到以前我们败坏的生命 与这个毁谤的魔鬼有关的时候 我们就要十分的警醒 既然信了主成为新造的人 就真的不容许在教会里面 被分别为性的众圣图中间 彼此有一份的责任 不应该彼此批评、毁谤 因为这样人若毁谤大兄 那就去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论断大兄 我们为什么会有人 在中间为了个人的私欲利益 就说些不尽不实的说话 去批评某人 毁谤他的名声呢 最终就是想透过这个不尽不实的资料 达到毁谤的目的之后 又怎样呢 就能够为这个被毁谤的对象 落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的意思就是论断了 论断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动词来的 是宣判、判决、决定这种意思的 那就是说 当你用一些不尽不实的说话 有一些是真的 但有一些是说方的 以到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去毁谤了某一位的对象 最后有位 这种对象 就因着你这些信息 就被大家公审了之后 那怎样呢 就大家就仿佛落了一个判决 就说 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那我们用一个例子就很容易说明了 大家都很熟悉的 在《文素记》第十二章一到五节 当时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有三位属灵的领袖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 有姐姐米尼暗 有哥哥阿伦作为神所拣选的大祭司 和一开始猜派从外邦地进入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摩西 摩西就在里面作为弟弟的 那不知道去到某一个阶段 在旷野行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竟然姐姐米尼暗和阿伦就大家合谋 好 那就要毁谤摩西 圣经这么说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 米尼暗和阿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 就毁谤他说 难道耶华举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那为什么他们要毁谤摩西 哦因为后文就说 难道耶华举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既然神都和摩西说话 也都和米尼暗和阿伦说话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论述呢 很明显下一步的推敲就是说 既然神都和摩西说话 众人听摩西所说话 那神都有和我们米尼暗和阿伦说话 众人都应该好像听摩西那样 听我们咯 那下一步的推论就是说 既然你有说话的权柄 在众人面前能够作首领的话 难道我们都不是首领吗 因为神都有和我们说话的 好了 既然众人都尊重摩西过于尊重他们 他们又想在这个的职份上 与摩西有同等这种的 华士的权柄 那就必须怎样 就在人群当中有一个论述 令到众人觉得摩西的品格 为人是不行的 那用什么去诟谤他 很简单 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方式 能够令到摩西的品格名誉 能够在众人面前被轻视 是吧 怎样啊 就说他娶了古实的女子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春一级记里面 就能够清楚看到摩西 未认识神之前 他就在米甸里面 流荡的年日 就娶了一位祭司的女儿 所以这里称古实的女子 其实应该是指当时那位米甸的女子 那不是以色列人来的 但我们透过摩西五经 神吩咐摩西写出 以色列人进到加南地的时候 记得不要迎娶那些 拜偶像外邦的女子 又或者以色列人的女子 不要嫁给那些 拜偶像外邦的男子 不要与他们通婚 不是歧视他们 是怕他们通婚了之后 将外邦人的信仰参集在以色列人当中 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仍然很薄弱 他们不能坚定地信靠耶华为独一的真神 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说明这一切了 所以神预知他们是这样的时候 就提醒他们不要通婚 正因为这个缘故 好了 这位阿伦和米利恩 就用这种方式去毁谤摩西 你看看 你所娶的太太不是以色列人 你这种行径 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 所以你这样 我们就要轻思问罪 是吧 但是神是监察人心的神 他们真的以这个例子 是劝戒众以色列人吗 不是 他们其实用这个例子 只不过想抬高自己 诋毁摩西 因为他们连他们的说话 都已经显出了 他们想真正说这句说话 背后的原因 就是想透过神都跟我们说话 让众人都能听从我们 都是好像摩西一样 是属灵的领袖 在这个时候 圣经就告诉我们 神就忽然向这三位 神所揀宣的领袖显然 叫米利恩和阿伦 来到汇幕的门口 他们就带着战战 战战劲劲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监察人心的 所以就跟他们这样说 耶华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华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然 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中的 所以透过神这段话语的回应 就指出 当时阿伦和米利恩 用这些不尽不实的话语 去毁谤他 让众百姓发觉 哦 原来摩西娶了外邦的女子 不娶以色列人的女子 那他便不尊重神 在神面前都有不尊重的时候 那 但你想 其实这件事 是在领百姓出来之前 摩西所娶的妻子 所以 如果我们计算这个时段 就不能说摩西这样得罪神 所以 米利恩和阿伦 要达到的目的 就透过神一番的话 显明了出来 正因为这个缘故 神知道他们 说这些不尽不实 批评他的弟弟摩西 就是毁谤他的弟弟摩西 同时也是毁谤神的仆人摩西 因此 知道这段经文 后文就提到 神就罚那位 大头 毁谤摩西的姐姐 米利恩 就成身就删了大麻风 另一段的经文就是文数记 第十六章一到五节 这段经文说到什么呢 就是当时有一批人 为首的就是利美的真孙可拉 带动其他支派的领袖 和其他利美人的领袖 一同抵挡攻击摩西和亚伦 那就说他们什么 你们有权柄 不是啊 他说你们擅自专权 就是这个权柄是你们自己 用不法的手段弄回来的 还有这些权力是畏着你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就叫做善自专权了 为什么所有人要听你的话 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杰 难道只有你是圣杰吗 既然个个都是圣杰那怎么办 为什么我们个个都是圣杰 就要听你的话 个个都是圣杰 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因为耶华在我们中间 我们听耶华的话 我们都是侍奉耶华的事者 我们都是侍奉耶华的仆人 为什么就是要单单听 你这个人的话语 或者阿伦的话语 还这么说 既然你在我们中间里面 个个都是圣杰 唯独要听你的话 那怎么办 就诬告他们了 你们为什么自告超过耶华的会众呢 好想而知 原来这帮人 就和之前的米利暗和阿伦一样 有样学样 当米利暗和阿伦这些事情处理完了 人里面那种败坏 要夺取权柄 这种恶的动机 都会在其他那些分别作领袖的人心里面衍生出来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毁谤的信息去欺骗百姓 与他们一起 要将摩西和阿伦 从这个领袖的身份拉下来 是吧 所以摩西就怎么样 摩西就很有属灵的智慧 他就立刻腐伏在地上 就对这帮人这么说 他说到了明天早晨 也说必指示 谁是属他 谁是圣结的 就叫谁亲近他 他所简选的是谁 必叫谁亲近他 即是说 神会指示我们众人的 不是透过我 口说无憑 既然神会指示的话 你们就明白 神所指示属于他的 是称为圣结的 你们所说的圣结不算数 神指示的 谁属他的 谁的圣结 是神说了才算数的 即是说 将这种判决 不是我眼中所见 我认为就是的 这个判决的权柄 是加回给神的 这个就是真正属灵领袖里面 有的 宝贵的信仰品格和特点 正因为这两个的例子 我们就更加明白 雅各在第十一节 这么说 他说人若批评 其实就是指毁谤 人若毁谤弟兄 就是怎么样 最终就是落了一个判决 就论断了弟兄 那如果这样 毁谤弟兄 论断了弟兄 就会进深一步成为 什么败坏的信仰 他就说就是批评律法 如果我们用回对称的信仰理念 上面的批评就是指到 不进不实 带出毁谤的意思 所以这里也可以说就是批评律法 也可译造就是毁谤律法 还有就是判断了律法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律法本来是神的用意是怎么样的 如果人的动机是败坏的 毁谤某一个对象 而借助神的话语 最终就令到人误解了神的话语 就是这样形容的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好了 那就说 为什么神要将律法赐给人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八到十一节 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这样说 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合意 那就是说 当人用得不合意 律法就带来一种不好的果效 不是律法本质不好 是人用得不合意的时候 原来人可以不用神的律法 最终达到一个 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但是对于整个属灵信仰角度而言 就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第九节 因为律法不是为二人设立的 乃是为那些不法和不服的 不虔诚和犯罪的 不性结和乱世俗的 是父母和杀人的 行任乱和亲蓝色的 抢人口和说方的 并起假誓的 说是为别让敌党正道的事设立的 所以律法之所以好是什么 因为他不是为那些 已经行义的二人而设立的 他是为了那些 行恶敌党真道之事而设立的 11节说 这事照着可清众之神 交托我荣耀福音书的 所以福音的里头 我们会指出人的话语就是律法 显出人内心敌党神的本想 行出种种的恶 以到人知道自己是行恶的 也是罪人的事实 面对神终极永恒的审判 所以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人 真正先要去了解自己得罪神的事实 这个就是纯正福音里面说 人是罪人 要在神面前悔改恩信清义的 这个最重要的入口 如果所有的福音 与这件事情有违背的 叫人信不是源于自己认识自己一个罪人 而是其他别的原因 以到牵动人的心去投靠信靠神 这种福音是相当危险的 因此我们明白到 原来神设立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合议 那如果人用得不合议会怎样 就令到人误解了律法 甚至以为这样的律法 唉是一件败坏的事 是吧 那就毁谤了 令到神原本的律法的好意 被扭曲了 误解了 我们讲一个例子 《列王记上》21章1到14节 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的了 就讲到当时有一位耶斯利人叫做拿伯 他有个很漂亮的葡萄丸 就靠近萨玛利亚 当时的王就是阿哈王 他就想和这个拿伯说 我用一些价钱将你的葡萄丸买过来 看一看 那拿伯说 我是敬畏神的 我不想把我私人所留下的产业给你 那这句说话 是讲得很合情合理 合律法的要求 因此呢 这个阿哈王 无可奈何 就只能够回到宫中 没有心机 吃饭 面朝向 用墙墙 睡着一觉 那他的太太就是外邦的女子 耶洗别 这个耶洗别 之后呢 就和老公说 你是王来的 好了 好了 等我用方法帮你 拿到拿伯这个葡萄丸 那他用什么方法呢 圣经就告诉我们 你听到 于是他就托阿哈王的名 写封信 用上王的印印照 就把这封信送到拿伯 所住的成一里面的长老 贵宙 即是那些有名望的人 有财富有权势的人 那怎样呢 就说了 你们宣告禁食 让这个拿伯 在民间当中 坐在一个专举的位置 谁不知 压他来到这个的 压直 压到来这个的 不是压直 压到来这个禁食的时候 这个专举的位置 上面的时候 那怎样呢 就突然间叫两个匪徒 就事事安排好的坏人 在拿伯的对面 就作见证 当然这个见证 就是诬告 就是毁谤的见证 就是无中生有的见证 就说他窃毒神 绑毒神 和他们的王阿哈王 接着就怎样呢 就命令他们 将他拉出去 用石头行刑 治于他死地 那为何这里 是用两个人的见证 为何又用石头打死他 有没有法律依据 有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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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这两个人的见证 就令到拿伯 这个罪状 得而落实 众人就立刻 听从这封信里 王的吩咐 就把拿伯 用石头打死了 他们的法律依据是怎样呢 在《生命记》第十七章 四到七节 有人告诉你 这个你是指摩西 他说有人告诉你 什么事呢 百姓中有人敬拜 事奉偶唱 你听见就要细细地探听 果然是真 就是人家这么说 你不要说立刻判决 要细细探听 果然是真 查考了之后发觉是事实 那就怎样呢 准有这可真的事行在以色列中 你就要把行者恶事的男人或女人 拉到城门用石头把他打死 但打死的时候 有人告诉你哪些人 就是那些作见证的人 作见证不可一个 第六节补充说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供作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致死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见证人所作的见证 令到那个将要被石头打死的人 无话可说 因为你所做的事是事实 得罪神 而且 将那些事奉敬拜偶像的事 带入以色列民族当中 令到众人都要事奉敬拜偶像 远离神 远离那位赐予生命独一的真神 神就有权并奪回神所赐给这些人的生命 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这种生命奪回 可以是瘟疫 可以是战争 其中一个就是透过这个律法的制度 用石头将他致死 圣经里面说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致死 所以一定要凭两三个人的见证 证据确作 以到他无话可搏 第七节 见证人要先下手 然后民众也下手 什么意思呢 见证人你下手先 因为你亲自作见证 而且 让这个下手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所作见证是真的 没有违背良心的 按着神的愤怒公义审判要下手 因为不是他们想不喜欢这个人就杀了这个人 是按着神的愤怒和公义审判临到 而替神执行这个刑罚的 是神在法律上当中容许的 不是为一己私利而进行的 杀害的事情 而是实行神公义审判的事情 接着他就说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脱掉 所以无论哪个 可能这次下手那个人 将来他竟然敬拜师奉神 那怎样 如果有人作见证 他都要受同等的刑罚 为什麽 因为神要行这个刑罚的目的 就是将恶 从这班以色列人 神所分别为圣的人 专敬拜独一真神的人当中 除灭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圣经在利未记的二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你们要晓语以色列人 犯咒作神的必担当他的罪 那是读耶华命的必被致死 怎致死法 全会众总用石头打死他 不论是寄居是本地人 他读耶华命的时候必被致死 所以耶洗别 是用了神的话语 以至到 让这班的 被这个王的权势 耶洗别的权势 所欺压的这种贵宙 和那些长老 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 但是又带着 圣经律法里面的规条 来这样去掩饰自己 里头败坏的动机 有一个叫做 名正言顺的 这种的 怎么说 名正言顺的这种 表面的原因 令到大家可以去执行这个石刑 去致死这个被无告的拿拔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又知道 为什么这种 论断彼此的批评 就是批评了律法 就是毁谤了律法 因为神原本的律法 行石刑是要将恶 从中间除掉 但现在他们利用了神的律法 断章取义 是的 找了两个人来作见证 是的 他们口口声称 拿拔是窃毒神 就是透过这些欲家之罪 何患无辞 这种方式 为了掩饰 这个阿哈王 要想得 取这个拿拔的葡萄园 就用神的话语 神的律法 致死了这个拿拔 所以这种就是毁谤了神的律法 扭曲了神律法的原本的正确的用意 我们再说一段经文 让更加仔细了解 就是马福音第十四章五十三到五十九节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会被那些宗教人士捉拿之后 能够告到他入罪 当主耶稣基督在哈西马里园 被那些宗教领袖和他们的士兵捉拿到大祭司 那些宗教领袖的时候 众人都聚集 他们由于想治死耶稣 就要安立一个 大家听下去 都是觉得可以执行死刑的 罪行 那当时的祭司长和全公会人 就找到人去控告耶稣 要治他死 但是找不到 那就硬找 就找一些作假见证的人 诬告他 批评他 怎不知 所有的见证都不相符 有一个人这样说 另外又有另一种说法 放在一起听的时候 觉得不能够自言其说 不能够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是吧 各人的见证都不相符 最后怎样 又继续有几个人自己站起来 作见证 怎样 我们说 听到他们这样说 听到耶稣这样说 我要拆位者 人手所做的店 三日之内就另做一座 不是人手所做的 因为当时在药方音 清楚记载 现在耶稣一次上圣殿的时候 就恩着众人 在神的殿里面 围着自己私欲的缘故 去变卖了很多的牛羊伸畜 和兑换银子 将神的殿 当作拆窝的用 围着满足自己的私利 所以主耶稣就将这些事情 推到那些兑换银子 将那些牛羊 用那些鞭 赶走 并且向众人说 因为主耶稣心里面十分的焦急 为神的殿十分焦急 就向众人说了一番的说话 但这班人就误解了 并且扭曲了耶稣所说的这番说话的 原意的 他们这样说 我要插位这人手所造的殿 就指出 哇 耶稣他会主动用他的手 去插位这个 由希律王所建造的圣殿 并且夸张到的地步 三天之内能够另造一个 不是人手所造的 他这样去窃足神的圣殿 但原本的原意是什么 在《药宽》第二章十五到十九节 圣经这样说 十六节 又对卖甲子的雪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殿 当作买卖的地方 当时门徒就立刻想起 经上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因此有些犹太人问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还起什么神迹给我门看 耶稣回答说 你们插位这殿 但当他们诬告耶稣的时候 就说 我插位这殿 就是指耶稣会插位这殿 其实不是 其实耶稣就说 你们插位这殿 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 什么意思 后文就告诉我们 原来这个殿是指着哪个 指着耶稣自己说的 后来约翰就明白这句话 其实是什么意思 约翰其实想告诉我们 原来耶稣这么说 你们竟然将神的殿 父神的殿 当成买卖的地方 如同拆窝一样 你们其实这样做 就是在拆毁神的殿 就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 不要紧 现在有一位 就是从神所插入神的儿子 就是指拿撒纳人耶稣 这里所说就是我 耶稣回答说 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 所以神的殿指出是他 他本身自己就是耶稣的生命 他的身体 三日之内就是指 从死里复活 三日之内 完成了这种救赎之后 那怎么样 神就成为 我们 耶稣基督就成为 神与人中间的中宝 就如同 殿能够叫人去到神的面前 而这个真正能够叫到 罪人去到神的面前 就是真真正正的那个殿 就是指耶稣基督唯一的中宝 所以圣经告诉我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无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所以这个真正荣耀的殿 能够将人带到神面前 与神相交的殿 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 所以这种属灵的含义 就透过这句说话 表达出来 你们破坏了圣殿的制度 让人不能够 准确地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紧 将来你们破坏了 不要紧 因为真正的殿 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而且是他从死女复活第三日之后 就能够为人建立起这个 真正叫人到父那里的殿纳 那么我们透过这两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原来当时那帮人 用一些的律法的条例 圣经里面的律法的条例 去帮助自己说服别人 因为他们现在要毁谤某一个对象 那就不可以单凭自己的论述 还要加入了神的律法 但是他们的动机是要行恶的 所以我们再留意这段经文 第十一节 人若批评毁谤大兄 就是判断了大兄 论断了大兄 有同时就是批评毁谤了律法 因为当他们在批评毁谤大兄的时候 他们是动用了神的律法 而用神的律法去说服其他听众 嗯 他们这样毁谤的对象实在得罪神 行恶的 那就落了一个判决 所以如果是这样带着毁谤行恶的动机 而动用了神的律法 那又怎样呢 那你们就是成为一个论断律法的人 就将神的律法是这样作应用的 神的律法是这样去解说的 这样就是误导了人理解了神的律法 七日顶之母门 当有人这样带着这种不良的动机 毁谤别人 那这件事实 是最终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圣经在这里这么说 雅各说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 你带着这种毁谤人 不用神的话语 乱解释神的话语 断章取以用神的话语 那就证明你 不是正确准确地用一段神啟示的律法条例 反而是怎样呢 你们是没有遵行这条律法 所以你若这样论断律法 跟上文的理念 这个论断就是指上文批评 毁谤的意思 而做出来的结论 判决 就不是真真正正进行这条条例的律法 那这种人就是怎样呢 是一种什么人呢 他说乃是判断人的 判断人的 和论断这个字是有关联的 论断这个字之前跟大家讲过 原文是一个动词来的 是指到判决 决定的意思 而这个动词衍生出来的名词 就是这一节的第十一节最后那个字 判断人的 判断人的 是一个名词来的 法官 那就是说 你们这样 亂用神的话语 为了达到自己 毁谤批评帝兄的目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 因为你的内心想成为一个法官 你想动用神的律法 就想成为一个这样的角色 令到自己站在这个角色的时候 可以有资格 可以有这种理由 去判断你想诋毁的某一个对象 你竟然想成为一个法官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 很多人就想要有一种的权势 有一种的身份 能够高高在上 以到能够去怎么样 可以判决某人 是这样的情况 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 雅怪这里就提醒 所有 彼此批命的人 藉着经文一路这样推敲的时候 你竟然想成为一个 这样 要诬告毁谤别人 的判决者 你小心 12节说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所谓属神的人 一听到这句话 是很容易明白的 你是谁 设立律法的 和判断人 做法官的 只有一个 就是神他自己 所以后文就说 就是神 他又不直接说 他又说 就是哪能救人 也能灭人 那位 为什么要这么说 就要告诉所有人 所有在教会里面 可能彼此批评过别人 带着不良动机 毁谤别人 利用神的话语 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 但是却扭曲了神的律法 和用意的时候 你要小心 因为真真正正那位 设立律法又判断你的 那位 是那位 是那位 能救人 也能够灭人 那位 所以 一位重视者 二十四位长老 从事者面前得着尊崇那位 也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 讲到在白色大宝座所在上面那位的神 如何按着所有人所记录的行为的资料 按卷展开去审判历世历代所有的人 以到这段经文的后文就讲到 将这些人按着按卷的事实 叫他们无话可说 要去面对第二次的死 就是永远的火火 将你这个永远活着的灵魂 丢进永远痛苦的地方 所以透过这段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字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的就是至高的神 历世历代所有的人无论大小都在神的面前按卷展开 并有生命策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并且所有的死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 并进入第二次的死 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丢进火火 所以当我们明白整卷的圣经的用意之后 我们就理解到 为什么雅各 那么紧张在教会里面彼此批评这件事实 因为这种彼此的批评彼此的毁谤 带来教会很多的伤害 与同时 这个是属于那恶者的 这个不是属于分别为圣信徒所当追求的 更重要是说到 这里原来当人利用神的话语达到自己毁谤别人的目的 竟然是内心有一种想成为一个判决者 想如同神一种很有权并去判决人这种败坏的心思 所以雅各就提醒我们 你记住 这个角色真正是属于神的 你是谁 你竟敢用这种毁谤借用神的律法 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去判决人 你竟敢这样去论断别人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思想 这样圣徒之间 如果用圣经中的真理 去判断去judge 某些信仰所见的事实 和这种行走这些事的信徒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judge 去判断人的 如果可以 那和上文所论述的 就是雅各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所说的 在根本上有什么的差异的呢 很简单的 我们用回雅各书第四章 开头这样说的 雅各说不要给此批评 但是这里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 那 你记得刚才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什么 你们不要给此批评 不要给此论断 论断这个字就是什么 judge 就是判决了人 现在这里 雅各自己好像违背了自己在后门所说的 为什么 他现在就judge了人 判决了人 他知道有一批大英姊妹 在神面前就称为有罪的人 你这帮有罪的人 好像雅各已经判决了他们 但是你留意 后门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这种批评是毁谤 不是建基于事实 更重要的是 他想提高他自己成为一个 法官这个角色 能够判决别人 是吧 是一种行恶的动机 是一种高举自己 是吧 所以这里我们发觉 这段经文 八到第十节的论述 是不是高举雅各自己 是不是讲一些不尽不实的说话 不是的 你留整卷圣经的上下文字是什么 你留意这段经文上文字是说 你们有罪的人判决了 那怎样 他说 你们要洁净你的手 心怀疑的人 要洁净你的心 咦 你发觉他是想 带领这帮有罪的人 去到神的面前 求神如何 帮助他们 有一种悔改 洁净信仰心灵的特点 第十节说 毋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是将一种美善的熟灵法则 跟他们分享 希望他们在信仰上 是得神熟灵的祝福 和益处 就与孝文所说 那种彼此批评 动用神的律法 原来是要毁谤人 那个动机信仰 那个结果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可不可以去判断人 可以 但要在什么情况下 在什么动机下 在什么结论结果下 你想带到去什么信仰的地步下 以到我们这种判断 这种审判的结果 这种论述 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因此我们知道 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 这里所说的judge判断 原来就是达到自己 毁谤别人 抬高自己 忘记了 应该在神面前 谦卑的特点 而衍生出的 竟然是一个 骄傲的特点 所以雅各在第十二节说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 就是说这里 你当自己一个判断者 如同神一样 就用神的话语 为达到自己私人的利益 就毁谤扭曲神的话 就意识到可以批评 毁谤你所针对的对象 这种判决 就是神所厌护的论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的律法 不是为我们作为批评 或者毁谤别人的工具 神的律法乃是为了 教训读责 使属神的人归正 教导我们学义 当我们占出成熟的时候 就显出神眼中看为善的行为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 十六到十七节说 圣基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时犹异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谓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六节 讲到 斯图保罗听闻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 出于人的自高自大 竟然不将那些行恶的人 从教会当中说出 他就说这种行恶的人 如果你仍然留在 就像一些面教那样 最终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将整个的教会 败坏 如同一些面教 令到整个团发起来 作为一个比喻 去警戒这班 在教会当中 作信徒作领袖 要快快的牵卑神面前 将这些败坏的从教会当中剔除 并且他这样说 他说从你们中间说出去 第三节说 我甚至虽然不在你那里 深却在你们那里 好在我亲自与你们同在 留意这段 已经判断 原文就是这个字 和雅各书里面所说的 论断这个字 同一个字 论断给你感觉就是不好的意思 是吧 所以好的意思 这里通常译做判断 同一个字 所以 余文是一个字 有这样的意思 但我们要解释这个字的用意的时候 要跟上下文的 所以 使徒保罗在这里 为我们作了一个见证 我们可不可以judge人的 我们可不可以判断教会里面 发生的事 和涉及的第一节目的 可以 但是我们不可以论断 余文虽是同一个字 那这里的判断 为什么不会逆做论断呢 因为它里面带着美好的动机 在神面前的谦卑 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让人能够领受信仰的祝福的咯 你怎么知道 哎呀 留意经文后文这么说的咯 他说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基督明 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权能 要把这样的人 要把这样的人 就是前面那个行淫乱的事 那个人 交给撒旦 败坏 败坏他的肉体 你说走他 任凭他继续作恶 仿佛成为撒旦的老物 将他脑走 败坏他的肉体 那样的 那样的啊 司徒保罗 你要他败坏肉体 这麽不好的动机 不是的 继续看下去 说是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的日子 可以得救 为什么神容许司徒保罗 将这帮人 容许撒旦 劳略出去 并且继续败坏他肉体 后文就说 希望他灵魂在主来的日子得救 那什么意思 那为什么要败坏他肉体 不是啊 哦 很容易理解 他的灵魂最终得救 为什么 因为当撒旦霸坏 他身体的时候 最终他看到 这个肉体的败坏 是神 认罚他的 神暂时将他交给撒旦 让他身体受认罚 意到怎样 他就醒悟过来 不然就很难解释 为什么他灵魂最终得救 就因为这样 暂时用他这样 受那恶者 败坏他身体 他就在这种时候悔改 最终在神面前 灵魂是得救的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这里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告诉大家 原来我们是可以judge的 我们是可以作判决的 就正如神给律法我们 就是要我们有一种真理的理念 去判决 去判决 去判定 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 是否合乎神的 律法 真理的要求 如果不是我们 怎样会跟随正确 怎样会去摒弃 败坏呢 如果我们没有这等知识 和这种判决的 心理质素 那种思维的理念 我们何来跟随神的指援呢 只不过我们就不要用神的话语扭曲祂 乱误用 以至达到我们去批评 毁谤别人一种不良的信仰动机 因为圣经在《生命记》第四章 11到12节说 神在百姓当中和摩星说 要为众百姓设立官长 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 管理他们 并且当时我祝福你们审判官 所以神就设立了判官 审判的法官 那审判的法官 用意何在 如果神不让人批评的话 连法官都不会有 那么问题不是那个法官 问题不是一个律法 而是怎样按照神的律法 做一个正直公义的法官 所以这里他就说 无论弟兄彼此尊重 事与同居的外邦人 都要按公义判断 审判的时候 不要看人的爱貌 听诵的时候 不可分跪前 不可懼怕人 因为审判是属负神的 所以神就将这个权柄 赐予了在这个身份 这个审判官这个职咸的人的身上 容许他们有这种权柄 所以这种权柄是神所赋予的 所以他们都要按着神的心意 没有按外貌 没有分跪前 只要按公义去判决 所以任何有权柄作审判者的 都要向神交账 在教会之中 神不起悦的彼此批评和论断这些事情 在什么情况下会容易发生的呢 而我们先了解之后 我们能够谨慎行事 透过以下两段经文 我们能够继续补充这些信息 第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2章1到5节 圣经说 你者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诲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为什么 为什么你是谁在事上论断了人 又定了自己的罪 圣经说 因你者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即是你懂得用神的话语去判决人 谁不知原来你和他行的原则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这样用神的话语判决了人 你有罪了 其实你和那个人所行的事情 在原则上一样的 只不过实际衍生出来的那件事 或在表征上不同 但是本质上 那个原则上相同 都是违背了神同一个信仰的真理理念 因你这样论断人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那来了 为什么和别人所行的一样 你不定自己有罪 就只是用神的话语定别人有罪 因为他内心出现了这样的信仰毛病 那什么毛病 他说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 所以当他用神的话语去批评 去论断去判决了人的时候 就是论断这个字 原来他和所有行的人一样 那为什么他不会用神的话语督摘自己 因为他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 第五章说 你竟认证你干硬不悔改的心 他为什么他认为他自己会逃脱 他里头原来有一种不想悔改 继续行恶的心 所以有神的话语 如果只是批评别人 论断别人 他不用神的话语去提醒自己 还以为自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 里头实质是不想向神悔改的 那怎么样 这种动用神的话语 不批评自己 不去判决自己 只是单单判决别人 这种判决就称为论断了 另外关乎论断的经文就是 罗马书第十四章一到六字 圣经这里这么说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自立 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根本未知道那些真理理念 所以你就算跟他辩论 他也是不明白的了 那这些疑惑的事暂时没有辩论 那不理他吗 不是 慢慢教导 那到这班人的真理理念知识有了 那再慢慢去辩论的时候 他便理解得到 那如果这些真理知识都没有 辩论来做什么呢 那怎么办 我见到他不行 那就教 等 等他开晓 那这个等的过程里面就很容易 很容易比较论断 所以经文就这么说 有人白蜜认为白蜜信白蜜都可以吃 但那软弱的子吃疏彩 什么意思 就是有人在这些信仰的真理理念基础上面 他明白了 所有的食物都是神所赐 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的 在旧约给以色列人一些律法的规条 有些东西不能吃 为什么 律法的规条叫他们学习什么叫分别遗性 整个分别遗性的过程 由你的生活 起居饮食 你的家居 你的宗教的礼仪 全部都学一个原则 按照神的心意而活 一种分别遗性的特别 但去到新约之后 分别遗性就不是建基于你的行义 因为没有人行得到 所以只能靠什么 靠新约里面 显现出来那位神的高养 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 令到我们可以恩信清义 而行神眼中的行为正的律法 所以这种生活食物的条例 就可以不需要再遵守 在所有的真约里头的信徒 我们是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 行事为人 能够爱神又爱人的总原则底下 以到我们知道不是靠 吃什么的食物来取悦神的 以到在神面前能够清义的 因此这里有人 还未明白这些信仰真理 所以有人因为有这些真理 就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就指 相对而言 他们真理理念还未清楚 能未存备的时候 那怎样呢? 他们就认为只要吃蔬菜 肉就不吃 那怎样呢? 慢慢教他们 但这个过程里面就有人怎样呢? 圣经就告诉我们 第三节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 吃的人就是百物都可吃 因为他有很多丰富真理知识 那怎样呢? 不可轻看不吃的 不吃的就是真理知识相对薄弱 所以他们就认为不要吃 只是吃蔬菜 所以相对真理丰富的吃的人 就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所以保罗就怎样出 论断 之所以成为论断 是因为 当你有这种真理的知识 可以落判断的时候 作解说的过程里面 你的心态 是怎样对着那些 真理知识相对薄弱的人 和与你信有行径 不似不相同的人 你千万不要带着 轻看别人的特点 如果不是呢? 你就很容易产生这种判决里头 因轻看的原因 这个判断就成为论断了 他说第三次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这是一个对称的句子 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那就是说 不吃的人没有相对成熟的真理知识 但是他们就觉得吃的人不可论的 但他们就觉得吃的人不可论 按他们的理念 活在旧日当中就觉得 你们继续吃些不应该吃的食物 你们是得罪神的 我们就不同了 我们跟着神的话语 他们就论断判决了吃的人得罪神 所以对照第三次的头一两句 其实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们的论断 原来带着什么? 你们的判决里头 按着整个律法 你们所相对知道的律法 你们判决的时候 是带着轻看的特点 无论是吃的人轻看不吃的人 或者 不吃的人轻看吃的人 背后都带着这种轻看的特点 而论断对方 那神就说 你是谁 竟敢用这种轻看而动用神的话语 去论断别人 那些人是什么? 是别人的仆人 他们站得到 他们跌到 只有他们的主人在 所以这帮人就是众圣徒 有同一位主 谁才能够 判决得到 他们现在是什么状况? 谁能够知道 他将来是站立得稳 还是永远跌倒 或者永远站立得稳 是主人才知道的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什么意思? 你这个吃的人 知识丰富的人 你轻看别人 判断别人 你就认为他跌倒? OK 就算他跌倒 谁叫起来? 是主 就正如你现在 你认为你站得好稳 你站得稳 谁让你站得稳 是你自己吗? 不是 是主让你站稳 既然你知道主让你站稳 所以当你用知识 去和人分享的时候 不要轻看别人 就算你认为按你的知识 判断得到他现在叫做跌倒的状态 但是神是叫他可以被扶起上来 正如你都跌倒过 所以神叫你按着他的恩典怜悯 大能帮助你站立起来 所以何来能有任何时刻去轻看 大兄姊妹呢? 所以参加大兄姊妹们 这里就告诉我们 他说各人心里面的意见坚定 你认识到真理在什么地步 你就按着这个地步去做 只要一样东西 他说无论是食的事情 或者是守日 守着主日的事情 你就按着你所认识的真理继续坚定 因为食的人为主食 不食的人为主不食 所以大兄姊妹们 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就晓得 在连士道保罗 在《摄格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 都有这样的自我的论述 他说我们在神面前 是一个神所托父的管家 将福音这个奥秘启示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忠于这个职份 忠心地将神已经奥秘揭示出来的福音 真理理念去论述清楚 只不过当时有人不喜欢使徒保罗 所以使徒保罗在第三节说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 为什么 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那这些论断 不判决自己 是不是保罗没有判决过自己 有的 有的 有些经文告诉他 他说 哪里很多仗我已经打过了 所信他都已经守住了 跟着就 从此有公义的官面为我传流 是吧 他判决了自己 最终是有得着这些的 那这里是其实说什么 这里跟上文说 有人不按事实 是不是 批评他 毁谤他 下了个结论 论断他 轻视他 有一批人是这样 另一批人也是这样 那怎么样 保罗说 我以为是极小的事 因为这种判决不准确的 那需要这么介意呢 他说连我自己也不敢这样判决自己 有些事情我都不准确理解得到 我就下不了结论的了 为什么 这个解释 为什么对 第四节他说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也不能因此得以清义 虽然我觉得自己没错 但不一定是完全是义 那怎么样 他说 但判决我的乃是主 这里不是说恩信清义的义 是有些事情做了之后 保罗说我觉得自己没错 是有错的 但都不能够在众人面前 特别是在神面前 是吧 就觉得自己绝对是对的 是吧 因为为什么 判决我的乃是主 所以有些事情呢 我认为在我的守望 大家觉得 已经好像没错了 但都要小心 因为最终判决 我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到最后神去判决的 因为第五节这样说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就是有很多事情是不清楚的 就不要用神的话语准则 就下了一个决定 一个判决 连保罗都不会这样自己判决自己的 为什么 因为只要等主来 照出暗中的忍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因为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没错 但是暗中的忍情 和人心的意念 你未必完全能够插得透 能够触摸得准确的 那什么时候才知道 只等主来 但是之前 教会里面的淫乱这些事情 摆明已经是作恶的了 这些就容易判决了 但是有些人去处理一些侍奉的过程 或者要 作出一个决定 很多人都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 就在不清楚的底下 就落了一种的论断 一种的判决 这种情况 就很容易产生论断 因为他这样走背后的暗中的忍情 和心中的意念 你是很难准确掌握的 所以大家的姊妹们 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 圣经这样教导我们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到十七字话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疯疯伏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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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教导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歌众神 我们用神封封富富的道理 真理 用不同的途径 彼此教导 为什么 互相劝勉 分戒 最终叫我们感谢神 神竟然继续管理我们 督责我们 治理我们 叫我们能够 继续有信仰的成熟掌进 将重赠归给神 将感恩归给父神 所以看见姊妹们 我们不要彼此批评 彼此论断 不要批评 不要诟谤 不要论断神的律法 不要误用神的律法 令人以为神的律法 是可以这样败坏地去应用的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再次提醒我们 今天 雅各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的主题是 世俗女出于自夸的批评与论断 第一点 世俗女的批评常显信徒为己濫用律法 第二点 世俗女的批评常显信徒 自以为審判者 第三点 世俗女的批评 忠显信徒内心自夸本质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就提醒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种彼此批评 毁谤和乐的结论 因为往往显出我们这帮信徒 不用的信徒 原来是濫用神的话 抬高自己是一个審判者 显出内心原来有一种自夸的特点 愿神将一种彼此批评论断败坏教会的破口堵塞 让我们成为一个按照神心意 彼此用神的话语造就的信徒 以下来我们献上同心的祈祷 亲爱天父感谢你用这段经文 成为我们信仰的督责和训败 因为孩子以前都试过 用神的律法去批评 抬高自己 诋毁个别人 求你赦免我 如果有弟兄姐妹听到这些信息 发觉自己都是这样的人 求神都赦免我们 让我们去远离这些败坏的事情 因为你的话语是目的 让我们在众圣徒当中 彼此交通运用的时候 而彼此的督责造就建立 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传谦卑的心 不是站在判决者这个地位上 而是在神面前传谦卑的心 受奋惠督责 建立熟灵敬虔的生命 求主给我们有警醒的心 按着美善的动机 作守望去论述神的话 去作判决 而不是误用神的话 为了自己一施的利益 高举自己 而毁谤了别人 伤害了别人 成为教会这种破口的出传 所以求天父帮助我们 堵塞破口 并要继续用你的真度结纳我们 愿神你得着当得的荣耀 听我们同心祈祷奉 用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阿们 今天讲经系列《雅各书》 第二章十一至十二节 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